曾世强解读道的经 以正治国 以其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 这个叫做三甘林 他是把历代的圣王 他们了不起的地方 他们值得我们学习的总原则 把它归纳成三个 第一个 以正治国 什么叫做正 你看正这个字 上面一个一 下面一个子 就是子以一 也就是老子所讲的报一 把道紧紧的报在一起 子以一就叫正 可见正所代表的 也就是道 以道治国 但是他说我讲以道治国 很多人是听不懂 而且违反了老子自己的主张 道是不可言说的 所以他才没有用道这个字 以正治国 其就是以道治国 也就是道正合一 我们从玄人环帝开始 一直就是道正合一 就是这句话 以正治国 以其用兵呢 什么叫做其 其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他呢 他是可以用多方面的技术 多方面的方式 但是他还是要合乎到 不合乎到也不叫旗 叫邪 所以不要以为说打仗的时候 就可以奸诈 阴陷 耍阴谋 那不可以 老子讲正的时候 是包括旗在里面 讲旗的时候 是包括正在里面 你想要正 有时候你要用旗的方法 他才有办法正 你要旗 你又不能违反正 那变邪道 那不是军队 那是强盗 所以我们读老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站在老子的立场 就是说 以正治国 以其用兵 他的意思就是说 治国 有正有齐 但是以正的比例大一点 用兵 有齐有正 但是以齐的部分 多一些 这样就好了 第三个概念是什么 以无事取天下 我本来就没有意思要取天下 我哪有取天下 我只是让万物 都按照他自己的本性 自由去发展 无事就是无为 我既没有说 我有心要取天下 我也没有说 我要发奋 把天下治理成什么样子 更没有那种企图 说把天下留给我的儿子 都没有 取是什么意思 取可以有两个解释 一个是夺取 我把天下抢过来 从人家手中抢过来 一个是治理 我被推上这个位置 那我不能不能治理 所以你无事取天下 不管你是什么行事 只要你当上了这个位置 那你就好好做 你看历代都是这样 大战之后 要与民休息 然后养兵千日 用战一时 可现在都是变动的 那变动是主意在决定 如果是我在决定 那你就错了 你怎么可以那么霸道 是大家的需要 这是很自然的趋势 我只是顺着这个自然 把它推动起来 这就叫做 以无事取天下 无何以知取难在 老子常常访问他自己说 我们怎么能够知道 这才是最好的圣王呢 于此 下面他就举着一些例子 老子在提出了 治国的三个纲领之后 例举了一些社会现象 天下多忌讳 而民弥贫 民夺利器 国家资婚 人夺技巧 其物资器 法令自章 盗贼多有 令人惊奇的是 两千多年前的 这些社会现象 现代社会中仍然存在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这八句话 是老子观察到的现象 他就是根据这些现象 然后才讲出 圣王三感灵 天下禁令太多 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做一件事情 要重重的关卡 要办很多手续 那不是浪费成本 就增加了很多 无所事事的人 就专门搞这些玩意儿 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了 结果会怎么样 老百姓又贫困 民夺利器 那个利器就是知识 老百姓的知识越多 他的脑印越复杂 他的花样越多 他就开始跟制度去对抗 开始专法律漏洞 同时呢 用什么来伤人 用利己来伤人 他本来不想伤害别人 可是你法律规定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 我要开个理发店 可是我去登记的时候 我发现他有规定 在这么一个范围里面 我不能再开理发店 那我怎么办 那我就想办法破坏先有的 想尽办法 让他做乱子 让他开不成 我就开了 你看以前我们说明治未开 明治未开其实啊 国家很好治理 知识普及以后 很难 七嘴八舌 什么意见都有 每个人都为了自己 然后不顾公家的利益 太多了 就使得整个国家 越来越纷乱 这样我们才能够了解 为什么老子一直认为君王 不要一直强调知识的重要性 他应该多重视 是德性的提高 而不是一直强调知识的可贵 我们现在整个教育 几乎都偏重于知识 连老师都不敢提品德 这是人类很大的危机 人多技巧 这个技跟那个科技的技 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很会耍技巧 你为什么要耍技巧 为什么 一个杯子可以用就好了 搞成各种花样 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才能够 刺激大家的物欲 你一刺激大家的物欲 所有人心灵就空虚了 这有一利比有一弊 我们把人越推向外面的物欲 他的内心是有空虚的 内心空虚 这个正就不见了 就斜了 那你就无法以正治国了 你越法令多 他又想办法动脑筋 来抹取私利 你越是这样 他越是这样 他永远跟你对立的 永远跟你参反调 永远跟你采取相反的立场 你这很累 奇物知奇 奇物知奇 就是说那些邪门歪理 越来越多 然后奇形怪状的东西 大量的产生 大家现在看看我们的社会 过度生产 过度消费 最后就是浪费资源 有必要吗 我们公益发达 把各种设计 推行出新 各种材质 各有不同 弄到大家 眼花缭乱 但是我们没有想到 后面的延续 就是诈骗的花样 越来越多 越来越新奇 所法越来越 真假莫变 令人防不胜防 都从这里推过来的 法令之章 于是我们就加强取缔 我们就增加法令 但是我们要知道 法令永远只能治标 无法治本 要治本很简单 只有加强儒家的伦理 只有倡导 道家的 少师寡欲 否则法令是不管用的 你能禁止大家 不能买超过三双鞋子吗 那算什么国家呢 法令越严苛 盗贼反而越多 你派一个人死刑 相同的十几个就出来了 你看我们毒品就好了 越抓好像吸毒人越多 这怪不怪 本来没有些人在生产什么毒品的 我们抓得越紧 他就越逃 然后世上 结果搞得到处的事 这些都是很实在的现象 只不过老子当年 他就说出来 法令 知章 盗贼都有 章就是很彰显 知就是很多 多如流氓的法令 连执法人都记不住 可是盗贼呢 越来越多 而且发扬出新 从老子的时代到现在 一切都变了 但是人性并没有变 所以许多社会问题 仍然以不同的形式存在着 对于这些问题 老子不仅提出了治国的三个纲领 还提出了四个要目 老子是怎么说的呢 故事能源 应该老子没说 我说什么 他说圣人说了这些话 大家听听看 我无为而名自化 我耗尽而名自正 我无事而名自负 我无欲而名自扑 就这么简单 我不自以为是 我的意志力没有那么强 我只是顺着时代的需要 去推行政务 我以百姓心为心 我们已经讲过了 不是顺应民意 不要讲那么好听 那是做不到的 你用你的德性 让你感觉你所做的就是对的 这就叫无为 而名他就自然顺着这个性去发展 我们一直说 中国人他自己脑筋很清醒 尤其我们有一句话 都在我们学院里面 四十五者为俊杰 这句话不要把它解释坏的 说我投机取巧 假装 我顺应 然后从中取利 那就不对 那不叫豪杰 四十五者为豪杰 就是说我这个时候 再不按照现在的状况来适应的话 我是会自讨口词的 所以我赶快自我调整 这就叫自化 就叫自化 你看老百姓自动的去调整自己 就好像上面没有在做什么一样 我耗尽而名自正 我不躁动 我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 一步一步来 给老百姓有时间 自己去 从歪斜的 自我导正 你总会给他时间 民就正了 民奉自然就纯正 这只要一二人就够了 我无事 而名自负 我不制造 事端 不给老百姓添麻烦 老百姓自然会想办法去谋生 去改善生活 你看我们历朝历代 只要给老百姓时间 他很快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家船有什么功夫 他很快就施展出来 生活就改善了 我无欲 而名自负 只要我自己 朴素 我不穿名牌 我不常常 百阔 我不说此 老百姓自然 他就朴素了 我们读了这张以后 我们深深感觉到 脑子所讲的 并不是理想而已 他是的的确确可以做到的 怎么做 的不方便